奥特曼中堪比鬼片的恐怖剧情到底有多可怕 今天小奈就带大家看看 被奥迷公认最恐怖的三集奥特曼恐怖片 第一集 萤火虫的平原妖女 这集可以说是艾斯最恐怖的剧情之一 当年有很多人被这集吓得不轻 更有甚者哪怕现在都26岁 依旧不敢一个人看这集 而这集一开始 恐怖气氛就直接拉满 在接下来的几个夜晚 只要到了凌晨两点 萤火虫平原地区 就会频频发生奇怪的车祸 而车祸过后 乘客当场就变成了遗骸 随后高度重视的塔克队 立刻来到事发现场调查 而现场渗人的窟窿 也直接把经验丰富的 今夜队员给下个半死 到了第二天 南希子再次独自来到事发现场调查 但在这里却发现了一个 坐着轮椅的小女孩 而正当南希子和小女孩聊天的时候 女孩的爸爸赶了过来 原来小女孩名叫明子 五年前因为一场事故 导致下肢瘫痪 谈话间 南希子已经把妇女俩 送到了深山的家中 眼见白天的调查一无所获 北斗便提议今晚 她和南希子以身释放 在凌晨两点开车前往萤火虫平原 看看到底是谁在作怪 两人在抵达现场时 时间正好是凌晨两点 一个诡异的白衣人 接着大胆的南希子就独自追了上去 不过可惜并没有追上 然而就当南希子回到车上以后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随后南希子一路追赶魔女 可奇怪的是 不仅枪打不中这个魔女 而且南希子还意外地发现 鬼怪竟然在明子家附近消失了 更奇怪的是 这时南希子还发现 半夜两点明子竟然还置身坐在门口 不过当南希子询问明子 是否见过一个白衣人时候 明子却表示什么都没看见 没人来过 我这儿从来没人来 那你父母呢 他们不在 梁子你一个人在家 在得知明子一个人住以后 善良的南希子为了防止魔女做了 于是决定今晚留下来陪她 可没想到睡到半夜 南希子睁开眼睛竟然发现 明子根本就不在床上 随后南希子就捏手捏脚地来到了隔壁房间 可当她慢慢打开房门时 竟然发现明子被对着坐在里面 然而就在南希子慢慢靠近之时 明子突然一个绝活 瞬间回到了床上睡着了 见明子如此奇怪 南希子决定先不露声色 并于第二天晚上继续留宿在明子家 然而到了深夜两点 南希子突然被带进了梦魇 任凭明子怎么叫都叫不醒 而可怕的是 接下来明子突然用双手慢慢地掐住了南希子的脖子 接着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这时在外面放风的北斗听见了南希子的呼喊 立刻冲进屋内营救 魔女见状直接夺门而逃 而当北斗和南希子追出来以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魔女 就是亚伯人利用明子的身体所变化的 随后被揭穿真相的亚伯人 立刻派出阿塔尔卡企图消灭两人 接着北斗和南希子就直接带着明子一起变身为艾斯 看来你们俩真是不把明子当外人了 不过艾斯这集确实是相当的恐怖 第二集 消失在午夜的女人 这集是雷欧最恐怖的剧情没有之一 当年不仅吓得不少观众不敢半夜上厕所 就连剧中的演员拍完这集都缓了好久 在一个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 小偷带着一个玩伴 神情紧张地来到了一所花棚 在这里 一切都显得那么恐怖 随后小偷拿出录音机 开始收录花棚里的声音 而它要录下的 正是传说中幽灵的声音 回去吧 不要紧的 突然 一个花棚好端端就砸在了地面上 接着小偷两人就吓得落荒而逃 到了第二天晚上 不死心的小偷 推着隔壁的小巴嘎再次来到了这所吓人的花棚 不过到了门口的时候 小偷和同伴直接吓得掉头回家了 只留下了小巴嘎一人 随后不信邪的小巴嘎 还真就壮着胆子走进了花棚 接着 诡异的幽灵哭声再次出现 是谁 谁在那儿 下一秒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女鬼突然出现 接着一道光圈 小巴嘎阴声倒地 而等凤云赶到的时候 小巴嘎的脸都已经白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女鬼频频在夜晚出现 并对晚归的人进行施暴 而遭遇毒手的人 脸色都会变得阴白 时间来到这天深夜 女鬼再次出现在居民区 而她这次来的不是别人家 正是我们美丽的白子家 当晚白子正独自一人睡在家中 突然 她隐约听到了幽怜的哭泣声 随后感到恐惧的白子立马起身 并拨通了电话向风源求救 然而电话还没打完 白子就感觉到 女鬼已经走进了楼里 她又过来了 接着慌张的白子立马关上了灯 与此同时 女鬼竟然真的从白子的窗口漂泊 听到女鬼对隔壁邻居示报后 白子顿时感觉恐惧到了极点 不过好在没多久 大鸟凤猿就及时赶到了现场 这才让白子躲过一劫 然而面对麦克队 女鬼不仅一点不怕 反而还直接走出了公寓 接着 女鬼直接巨大化为阿特拉星人 随后凤猿变身为雷欧 并在诸星团的帮助下 最终消灭了阿特拉星人 其实阿特拉人在来地球之前 就已经用同样的手法 将其他星球人类全部杀死 并化成蜡像 所以阿特拉星人的母星 也被称为恐怖之星或死亡之星 总之这集算是雷欧非常恐怖的一集 第三集 吸血怨花 这集绝对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吓人只数五颗星 同时也是泰罗为数不多的恐怖剧情之一 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黄梅天夜晚 两名捕快开车巡逻到了一片墓地 在这里 他们听到了一阵阵类似婴儿啼哭的声音 于是两名捕快立刻下车查看 可一阵诡异的闪光过后 两名捕快不仅双双倒地身亡 而且两人的血也被吸得一干二净 而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七起 所以周围的居民都把这叫做吸血鬼杀人事件 随后赛特队就联合警察 一起赶往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不仅出现在了墓地 而且还摘走了几朵红花 不过在下面的调查中 光太郎很快发现了手拿红花的小女孩 但这小女孩不仅精神恍惚 而且说话还颠三倒四 任凭光太郎怎么问 就是不告诉他家住在哪里 无奈之下 光太郎只能将这个叫加奈的小女孩 带回了森山队员的家里 而在这里 加奈分了两朵红花给剑衣 随后光太郎通过调查得知 这个加奈虽然是个孤儿 但两个月前就被一个叫友田的富翁领养了 于是光太郎就将加奈送回了友田的大别夜里 可到了这天夜里十二点 诡异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墓地里的花藤突然窜了出来 并一步步进入了森山的家中 接着花藤就接上了家奈白天给的花藤 并直接闯进了森山的房间 随后摆脱花藤纠缠的森山 立刻躲进了剑衣的房间 然而花藤依旧紧追不舍步步逼近 不过就当两人以为凶多吉少的时候 这时路边晚归的三个罪鬼 无意中尽扯断了花藤 这才救了两人一命 而被扯断的怪花 瞬间就流出了黑色的血水 看起来十分可怕 第二天当森山把花带到赛特队以后 光太郎一眼就认出了花是加奈的 这时光太郎才突然意识到加奈有问题 加奈采的红花更有问题 果不其然 到了这天中午 当友田太太正在跟着刘更红锻炼的时候 可怕又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阵闪光过后 友田太太彻底凉了 接下来吸血花便开始了财尔服务 而这一幕 当年可是吓坏了不少人 但诡异的是 目睹这一切的加奈却表情冷漠 随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赛特队 立刻出动调查红花的来源 在此过程中 北岛也想起了吸血花的生长地 原来这些吸血花全都生长在牧场里 而这里埋葬的都是那些被遗弃的孩子 这些花是靠吸食孩子们的尸体为养分 所以怨气和阴气都非常重 随后北岛和光太郎 就打算将这些吸血花全部除掉 可没想到两人竟然把怪兽巴斯拉给拽了出来 最后光太郎变身为泰罗 并最终将怪兽彻底消灭 可当怪兽被消灭以后 那个埋葬七鹰的目的不仅轰然倒塌 最后还莫名其妙地烧了起来 可以说把恐怖的气氛拉到了极致 而故事的结尾 那个叫加奈的小女孩 竟然又独自来到了另一个目的 手拿剪刀继续寻找红花 而这一幕 简直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最后你们觉得奥特曼哪一集最恐怖呢